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是一個台中市巷弄內的小小的家庭理髮店 從小每天在家裡出出入入 看著我媽媽這個理髮阿姨跟她的客人 這就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人的一輩子就是頭髮長了又短 剪短了又會再長長 由黑變白 家庭理髮阿姨 好像陪伴你度過了人生的不同的階段 很多時候的心情就留在了這個地方 時間喔 你過時才是一趟快的好嗎 聽到我媽媽在聯絡說 她要去彰化幫一個老客人剪頭髮 那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當下在旁邊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會覺得幹嘛去啊 這樣走一床 時間 請錢 跟講說 沒想到年輕就做得不好 年輕不是這樣算了 兩代之間其實在對人的情感上面真的很不一樣 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她幾乎是以她媽媽的生活為背景 把台灣上一代的那些很努力在工作的 一輩子就在工作的人的樣子給呈現出來 他的惡力跟他之間的那種隔閡 或者對人的態度等等不同的東西順便 就這樣彰顯出來 你就是這樣啦 最好就要結婚 最好就要買房子 最好阿倫跟阿倫都要符合 這個電影對我來講 有我自己對於母親 或者是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理髮店的情感 家庭理髮它同時也是一個 很多台灣人的一種共同的成長經驗 應該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故事當中 找到自己很多的回憶 我自己很喜歡台語一個字叫做好熊 這是這個電影的一個核心 人跟人之間非常簡單很脆美好的一種互相的善意 即便是一個非常非常平凡的一個家庭理髮的阿姨 她都可以用她自己會的那件事情 去給她的客人一種非常善意的幫忙 很希望透過本日公修這個電影 傳達這樣子的情感給大家